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猩猩妈妈 在森林里生活着一群大猩猩 其中一只母猩猩刚当生了母亲 她非常疼爱自己那个刚刚出生没多久 总是缠着自己的小宝贝 宝贝乖 宝贝乖 哎呀 小家伙几天没见就已经长这么大了 你看 她长得多帅啊 是啊 过不了多久 她就会长成一头熊壮的大猩猩的 是啊 她真的非常棒 因为她是我的儿子 是啊 在母亲眼里 自己的儿子总是最棒的 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啊 不会是人类来了吧 人类 是啊 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一群人类进入了我们这片丛林 而且他们还拿着枪呢 快找找看 刚刚好像有看到星星的 人类 真的是人类来了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宝贝 抱紧我 我们要离开这里 宝贝 我的宝贝 孩子 我的孩子 不能下去 太危险了 你的孩子已经死掉了 你不能再白白丢掉性命 我们好像打中了 快去那边看看 人类来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 不然会有危险的 嘿 经历了 经历了丧子之痛的母猩猩 每天都以泪洗面 她总感觉自己的孩子还在身边 并没有死掉 你不要太伤心了 振作起来 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是啊 你吃点东西吧 你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 哭声 是孩子的哭声 是我的宝贝 她这是怎么了 不会出现幻觉了吧 不对 真的有哭声 你听 真的有孩子的哭声啊 不过 这声音听起来 可不像是小猩猩发出来的声音 宝贝 不要害怕 妈妈马上就来了 好可怜的小家伙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来 抱抱 你饿了啊 不要着急 慢慢吃 慢慢吃 随着母猩猩的奶水 缓缓地流入小婴儿的口中 她的母性也渐渐地注入了她的身体 就这样 母猩猩将这个女婴抱走了 很想养她 我很想要有一个孩子 你不能养她 她可是人类的孩子 你想孩子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 她不属于我们的 不 她属于我 她是我的孩子 你看 她很可爱的呢 就这样 母猩猩一直补育这个女婴到她长大断奶 能够自己独立生存为止 而这个女孩也学得像猩猩一样 能够在林间飞快地穿梭 我的孩子回来了 饿了吧 你看 我给你准备了香蕉 妈妈 我也给你带回来一些香蕉 好甜呢 你也尝尝吧 嗯 真好吃 我的孩子真的很棒的 我们今天一定要抓住那个人形怪物 难道这里真的有怪物 你不会是眼花了吧 把一头小猩猩看成了怪物 我不抓了那么多只猩猩 什么样的没见过 怎么会分不出猩猩和怪物的区别呢 那你说 猩猩群里的那个怪物究竟是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才想将它抓住 这两位猎人设置的陷阱 终于将那个人形怪物引来 经过一番搏斗 他们最终将其制服 并用绳子将它牢牢捆住 天啊 她是一个小女孩 这是怎么回事 我经常听说小孩子会被野兽养大 变成蓝海 暴海 我想这个孩子应该是从小被猩猩养大的 他应该是个猩猩吧 或许是这样的 他看起来有十岁左右了 不知道能不能把他身上的野性去掉 恢复成普通的人 我认识一位动物博士 他非常有专业和爱心的 我想这位博士应该能帮他恢复正常 这个小女孩被送到动物博士那里后 这位博士变组了一个专业小组 承担了改造他的重任 而且还给他取名叫做阿力 他吃饭吃得很起劲哦 今天他表现怎么样啊 哦 博士 他还是不肯穿衣服 不过经过这么久的训练 他已经接受熟食了 不过他还是习惯用手抓食物吃 他跟着星星生活了十年 要想改变 谈何容易 这是一场人性和兽性的较量 我相信人性一定能战胜兽性 嗯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 让他的行为 习惯 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 都慢慢人性化 要想改变他的行为习惯 或许有可能 但如果让他学会语言 可是非常困难 是啊 语言学习的确是最难的 不过说起来 这个小女孩真的很聪明 我想在我们的帮助下 他应该能够恢复成 一位正常人的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不懈 奇迹终于发生了 阿力不但行为习惯 和普通人无异 就连最困难的语言观看 也渐渐克服了 最后他终于过上了 普通人的生活 阿力 你就是一个奇迹 谁能想到十几年前 你会是那个样子啊 这还得感谢博士宁啊 不过 这些日子我内心 总是感到无限的思念 无限的思念 你思念谁啊 我思念我的那位星星妈妈 随着时间越长 我对她的思念越深 博士 我想回去看看她 阿力 要知道已经经过十几年了 谁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就算活着 她也不一定会认得你啊 博士 我相信我的星星妈妈还活着 而且 我坚信她一定认得我 博士 请您带我回那片丛林吧 那好吧 我带你回去找她 谢谢博士 就这样 阿力跟着博士 来到了那片森林 寻找她的星星母亲 捕获你的猎人告诉我说 你当时就是在这片丛林生活 可是这片山林实在太大了 要想找到你的星星母亲 无异于大海捞针 妈妈 我回来了 我回来找你了 阿力 你不要抱太大希望啊 不 我一定会找到她的 十几年了 她竟然还没忘掉星星的语言 他们来了 我的伙伴来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她竟然真的能召唤星星来 嗨 同伴们 是我啊 你们还记得我吗 妈妈 这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来了 妈妈 我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啊 不可思议 真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一幕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 时隔十几年 这只星星竟然还认得她受养的孩子 妈妈 你真的老了 看得出来 你现在行动很不方便 这样一来 要如何在这里生活啊 阿丽,我们待在这里也很久了 你也见到了你的母亲,我们该回去了 博士,我想将星星妈妈带到我家里 我想养着她 可是她的家应该在森林里的 没错,这里是她的家 但我的家也应该是她的家啊 好吧,如果她愿意跟你离开森林的话 那你就带她回家吧 妈妈,跟我走吧,我们回家 妈妈,走啊,我们回家啊 你已经老了,我可以好好照顾你的 阿丽,她是不会跟着我们走的 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 妈妈,你真的不要跟我走吗 我会好好保护你,让你享受天年的 妈妈,我会想念你的 最终,星星妈妈没有跟着阿丽离开森林 她一直站在丛林边缘 看着阿丽和博士越走越远 直至从视线里消失 再见了,我的同伴们 再见了,我的星星妈妈 成心相待,真心交流 纳瓦是动物园里的一名保育员 自从她进入动物园工作 主要就是负责当时的小非洲象 安德鲁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 纳瓦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哎呀,今天大象安德鲁的食物可真丰盛啊 怎么给他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呢 哼,今天这些食物可都是纳瓦 自淘妖包买给安德鲁的 纳瓦自己出钱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怎么你还不知道 今天是纳瓦最后一次给安德鲁喂食了 他明天就退休了 啊,是哦 纳瓦一定很舍不得安德鲁的 老伙伴,多吃一点吧 以后我就不能天天来陪你了 我老了,要退休了 从明天起,就由凯文自己来照顾你了 哎 好了好了,不要闹了 以后你可要听凯文的话 你放心,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然而,纳瓦退休以后 大象安德鲁变得焦躁巨石 他拒绝任何人靠近 甚至就连已经和他相处四年的保育员凯文 也无法接近他 怎么回事 大象安德鲁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 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凯文,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园长,要知道大象的记忆力很强 一旦他最信任的人离开他 他就会变得焦躁忧虑 这可怎么办才好 看来只有请纳瓦回来帮忙了 除了纳瓦,谁也没办法接近安德鲁 可是纳瓦已经退休了 他会回来帮忙吗 只要告诉他安德鲁出现状况了 纳瓦就一定愿意帮忙 因为他在离开的时候 心里一直挂念着安德鲁 现在也只能暂时这样了 可能除了纳瓦,真的没有人能够让安德鲁接纳了吧 迫于无奈,动物园只好又将纳瓦请了回来 继续照顾大象安德鲁 说也奇怪 纳瓦回来之后,安德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真是不可思议 纳瓦在这里,安德鲁就这般温顺地像只小猫 纳瓦离开这里,他就暴躁得如同一头公牛 可不是吗? 纳瓦究竟有什么魔力,能把安德鲁驯服得如此服服帖帖啊? 下班之后,我们请纳瓦吃顿饭 请他把与大象和木相处的经验传授一下 毕竟他年纪越来越大了 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吧 嗯,好 纳瓦,你可真厉害啊 安德鲁一见到你就变得老老实实的 你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将他安抚得服服帖帖的呢? 是啊,纳瓦,你教教我吧 你都不知道你退休后的那几天 只要我一靠近安德鲁 他就用鼻子,拳起粪便朝我丢过来 不但攻击我,还经常用食物丢走近的游客呢 那是安德鲁在想我,但是又见不到我 所以,只能用这种偏激的行为来表达他的情绪 你以前经常对我说 人和大象应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不是吗? 我理解安德鲁思念你的心情,也想和他和平相处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配合啊 要想和安德鲁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哪有那么容易啊 其实现在的大象,对人类都充满了敌意 而人类也很难真正地和大象进行交流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小时候和大象有一段很奇妙的经历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大象 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子就在丛林边缘 在丛林里生活着一些野象 听我爷爷说,他小时候 村民和野象是非常和谐地共用这片丛林的 不过后来,随着观光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去丛林里捕捉野象 并训练他们表演节目 这头大象已经成年了 你是不可能驯服一头成年大象的 是吗?要知道,只要我将它的意志摧毁 那它就会被驯服的 摧毁一头成年大象的意志 这怎么可能啊? 这有什么做不到的 你看到这个挤压笼了吗? 大象关在里面,只能站立 不能移动,也不能卧倒 哎,它在这儿,远离群体,挨饿,脱水 我还会利用噪音,让它时刻都保持清醒 每天清晨和傍晚,用象钩 时间地抽打它一个小时 天哪,这也太残忍了吧 哎,这就是迅象之道 大象是记忆力非常强的动物 所以它记得自己遭受的每一次毒打 当它被打怕的时候 就会乖乖地听从我们人类的命令啊 一头成年大象 最多半年,我就能将它驯服的 由于村子里的人开始捕捉野象 所以,丛林里的野象也渐渐对人类产生了敌意 人类和野象再难像过去那样和睦相处了 我小时候大人都会告诫我说要远离象群 我想象群里的小象应该也接受过大象的告诫 让它们远离人类 爸,我要去丛林里采野菜了 好啊,不过你可别走太远了 丛林深处的野象可是很危险的 爸,我知道的 哎呀,是谁,谁在那里 不会是什么野兽吧 啊,原来是一头小象啊 村里人都说野象非常危险 可这头小象蛮可爱的 看起来并不危险啊 小象,我这里有香蕉 你要不要吃啊 好了,小象,我要回家了 你也快回去找你妈妈吧 你赶快走啊 要知道村子里有驯像师 你要是被他们抓住 可就惨了 他们会用象弓每天都打你的 哈哈,香蕉已经没有了啦 如果你还想吃的话 明天我再拿一些来给你 好不好呢 但你可不能跟着我 好了,你快回去吧 明天你就在这里等我 我还会带着水果来看你的 对了,你就躲在树丛里 除了我不管谁来都不能出来 要是被别人发现就糟糕了 你听明白了吗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野象 那头小象给我一种朋友般的感觉 我们之间相互信任 因此,我经常会带着水果去丛林里喂给他吃 而那头小象也会让我抚摸他的身体 甚至他的长鼻子 你们听说了没有 林村有一头蕴木材的大象突然发疯了 竟然将他的主人帕泰给踩死了 天哪,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帕泰平时对他的大象也太苛刻了 稍有不如意就将那些大象打得浑身都是伤的 迅象哪有不打的啊 对了,纳瓦,听说最近丛林里又有野象出没 你这些日子就别去采野菜了 要是遇到野象可就麻烦了 是啊,纳瓦,被驯服的大象都那么危险了 更何况是丛林里的野象 你最近还是乖乖待在家吧 嗯,好吧 几天后,一场大暴雨 让村子不远处的河水暴涨 许多村民都去河边捕鱼 我也跟着父亲来到了河边 爸,好多鱼 我们也抓点鱼吧 纳瓦,你小心一点 河水那么急,要是掉下去就糟了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哎呀,你们看,是野象 对岸竟然来了一大群野象 自从开始熏象后,我们这里好久没看到这么多野象了 是啊,平日里野象要是看到这么多人,早就钻进丛林里了 今天,他们竟然不怕我们 大象很聪明的 他们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越过这么暴涨的河水 所以才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哎呀,你们看,象群里还有一头小象呢 咦,这不是我的小象朋友吗 你好啊,我的朋友 他看到我了,他在和我打招呼呢 哎呀,不好 救命啊,救命啊 纳瓦,坚持住,我来救你 这河水太急了,你下去也救不了他 反而连你都会没命的 是啊,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救纳瓦吧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纳瓦,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救命啊,爸,快救救我 就在这时,我的小野象朋友 突然不顾危险地冲进了河里 并朝着我所在的位置游去 你们看,那头小象这是要做什么 纳瓦,纳瓦被困在那里了 我得去救他 水流太急了,你根本游不过去啊 天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快看,那头小象竟然在帮着纳瓦 这怎么可能,眼象竟然会主动去拯救纳瓦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 经历了这件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 大象的情感远比我们人类想象的还要丰富 所以,我们平时和他们接触的时候 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心来对待 唯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受到我们内心的真诚 进而愿意相信我们 与我们和平共处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首先要感恩很多菩萨不断地在忽视中华印经协会 目前印经协会又成立一个慈悲出版社 目的要把这些书又能制造得更好 免费的去推广 但是透过书局,没有立论的方法 那怎么样去推广更多的正性的佛教的书 让社会人士能够了解 所以在这边,大家要呼吁各位要成为 中华印经协会的每月护持委员 乃至加入这个护持委员的团体 大家来开会,来分工,来推广佛教的经典 如何到社会各间层 都让他们能够得到佛陀的教法 以慈悲的方法去推动 所以加入印经协会 加入护持委员 很可不 护持战口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在的依报世界是随着我们振报而转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众生共同的思想、语言及行为所创造的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应该负起绝对的责任 这才是开阔的心、慈悲之心 红衣大师曾经开示 了事如幻、爱心永存 凡事存在的一切都是幻化不实的 都只是一个暂时的影像而已 诸佛虽以透彻诸法的幻化 唯独对众生的悲心永不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大家看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